HELLO 大家好 我知道距離After Party只有18分鐘的距離 你們都還好嗎? 今天我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一些關於改變世界與無備世界改變之間的事情 在開始分享之前 我想要先來問大家幾個問題 如果你是台灣的品牌長 你會怎麼介紹跟行銷這個叫做台灣的產品 如果台灣是一個新創 你覺得什麼是我們的產品優勢與價值主張 你覺得我們可以見怎麼樣的一個MVP 我們可能會做什麼Pivot 要賣產品給誰 如果你有機會可以用七張照片 跟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一群人去介紹台灣 你覺得你會選哪七張照片 又會怎麼說台灣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Anchor Taiwan的創辦人兼執行長 Elisa邱凡萱 我是一個在台南出生 花蓮長大的台灣小孩 小的時候呢 我夢想要念法律 以為可以就此伸張正義 但是我在念大學的時候 遇到一個在上課前 揮放周杰倫MV的加拿大經濟教授 自此我踏上了經濟這條不歸路 研究所的時候 我被網羅進了華爾街的世界 一路從投資銀行 避險基金 搬到了香港 曾經我以為 所謂成功的滋味 就是可以走進任何一間店 我看標價 買任何我想要的東西 結果我買了Chanel 發現我身邊的人在買的是半山的豪宅 還有很厲害的超跑 我到香港後不久 世界發生了金融海嘯 Occupy Wall Street 占領華爾街的運動興起 我成了那些抗議者口中 邪惡的百分之一 我覺得好像很委屈 明明我這麼努力認真的工作 怎麼好像我所代表的資本市場 突然變成世界混亂跟罪惡的一個淵源 究竟資本市場的意義是什麼 經濟的價值是什麼 我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好像當年那個原本想要夢想聲聲正正義的小女孩 怎麼變成了世界混亂的一個幫兇 我覺得非常的困惑 雖然很幸運的在相對年輕的時候 進入了所謂的BuySight客戶端 開始投資交易金額非常龐大的資金 我卻每天不太確定我為什麼而工作 當時我每天會非常機械化的搭著半山的扶手電梯 到香港中環交易廣場的辦公室 從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 中間連五收都沒有無間斷的工作 然後在目光呆滯 跟路上一群一樣眼神死的人 再搭著那個扶手電梯回家 有些時候我會用消費和高價的享受來麻痹自己 可是名牌包一個買過一個 我覺得好像沒有真的變得比較快樂 反而加倍的迷惘 而且更恐怖的是 這種麻痹它所需要的刺激一次比一次大 每一次買了什麼東西之後 那個快感卻非常快的 可能被更多的迷惘和失落所淹沒 終於在十年前我體悟到了 為什麼大家說人類之所以沒有採取行動 通常是因為夢想不夠大 或者痛苦不夠大 在十年前我的痛苦終於大過 我對未知和未來的恐懼 我提出了辭辰 從一個原本日進抖經的避險基金交易員 辭職沒有工作沒有名片沒有身份 當時我不是很確定自己想要幹嘛 但是我喜歡拍照 所以我想或許我可以試著看看是不是能用我的影像 為世界帶來一些意義 辭職之後 我到歐洲去追尋一個戰地記者 展開了我對世界對我內心的追尋 我去了世界非常多的地方 從中東巴爾幹半島到中南美洲 有一次我在墨西哥南部一個非常貧窮的省份 拍攝一對母女的故事 她是一個跟我年紀一樣的單親媽媽 獨立執養一個五歲的小女孩 她透過一個微型貸款組織的協助 經營一個玉米餅的小生意 這個組織的貸款是美金一百塊 我那時候剛聽到的時候想說 Are you kidding me? 我當交易人的時候 每分每秒上上下下 隨隨便便是美金一百五萬 美金一百塊到底可以幹嘛 但是在那幾天跟他們交信相處的過程當中 我見證到這美金一百塊 怎麼樣讓這個媽媽可以開始購買簡單的工具 可以比較大宗的採購原物料 所以幫她的女兒帶來桌上的牛奶 帶來食物 帶來教育 以及一個有可能不一樣的未來 後來我回到香港 我身邊金永圈的朋友非常好奇 我的世界重遊遊得怎麼樣 他們找我出來吃飯 我回到我非常熟悉的五星級飯店 還有米其林餐廳 一頓飯一個人隨隨便便就吃掉不止美金一百塊 當時我覺得非常的矛盾 我應該要繼續吃這樣的飯嗎 見證了美金一百塊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可以帶來的意義 我覺得我好像生活在一個非常痛苦的平行時空 我是不是有辦法可以繼續關心世界 關心那個五歲的小女孩 但是同時也喜歡美好的生活呢 我覺得我有好多好多的困惑 如果我真的如果想像那樣關心世界想要帶來改變 那麼每一個在當下的享受跟每一個消費 都讓我覺得好像有一點虛偽 有一次我有機會遇到一個世界經濟論壇被營利組織的領袖 我抓著她問她說怎麼辦 我覺得我快要氣笑了 我在這兩個極端的世界當中拉扯 究竟你怎麼有辦法可以同時面對世界上最弱勢的這群人 但轉過身 因為木款又穿梭在最奢華最富貴的這樣的世界當中 我永遠記得她看著我的眼睛 跟我說 Elisa It's supposed to be hard I hope you never cease to struggle 困難是應該的 我希望你永遠不要放棄掙扎 聽起來有一點吊詭 但是在那個當下 我覺得我好像突然比較自由了 怎麼會希望我一直痛苦呢 因為初心是如此珍貴與重要 不要妥協 在美好的結果出現之前 不要讓世界改變我們 在那之後 我在2014年 從香港搬到了舟金山 從資本市場的極右切換到極左 我從投資銀行避險基金的世界 投身基金會 非營利組織 開始去審視不同的系統 不同的架構 改變世界的方式 而在這一個創業者的天堂 也讓我開始去思考 我畢業之後 一輩子都在別人的土地為人作家 而我為我自己的家鄉做了什麼 所以 在這麼多的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當中 我自創了一個題目 第18個 叫做台灣 我開始非常深刻地去思考 有什麼是我一輩子 都會關心的議題 陳敏的創辦人 吳清友先生說 錢用在自己的土地上 再怎麼樣 都是穩賺不賠的生意 我開始去思考 台灣的人才 台灣的產業 要做國際的對接 像我這樣有國際背景的人 可能可以帶來怎麼樣的一個轉變 我在矽谷發現 世界的五百強 都到那邊去想要學習 如何跟新創合作 怎麼樣做新創的投資 怎麼把創新的DNA 引進公司內部 但是 我卻幾乎 沒有看到台灣公司的蹤影 為什麼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之前 我都在投資別人的公司 這一次 我決定要成為自己的投資人 而我的產品 叫台灣 我一直相信 如果世界上 有什麼你想要改變的事情 你可以選擇 什麼都不做 在體制內奮戰 或者另一戰場 我決定要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在2017年 我創辦了 Anchor Taiwan這個平台 希望可以透過創新生態圈 和策略投資 去鏈接世界跟台灣 開場我問大家的那幾個問題 其實是這幾年 我不斷在思索的事情 要怎麼樣 可以讓台灣成為一個品牌 要怎麼樣可以賣這個 叫做台灣的產品 後來 我在夏威夷 East meets West的論壇上面 用鳳梨 寶可夢阿公 還有唐鳳的照片 對太平洋兩端的投資人 還有政商領袖 跟他們介紹台灣的開放 民主 我們的供應鏈 我們的循環經濟 農業科技 在疫情之前 我用幾乎是土法鏈鋼的方式 一個團員一個團員去招募 一場活動一場活動去推廣 帶進了總共十個批次 來自15個國家 不同的創業家 投資人 科技的人才 我帶他們走進台灣的供應鏈 走進台灣的企業 認識台灣的隱形冠軍 但是光有科技和產業很夠 必須要有人文和文化 才有溫度 而且還要有人 所以我們辦了上百場的生態圈活動 串聯國際和當地的社群 然而 就在我們極限要迎來創辦以來 最大規模一次海外參訪團的時候 疫情來了 我們面臨了創辦以來 最深刻 最遙遙無期的一場無序與混亂 尤其是以跨境交流為DNA的 Aker Taiwan 這簡直是對我們宣判了死刑 但是我們沒有放棄 也沒有時間沮喪 2020年4月 我們就在臉書上面舉辦了第一次線上的活動 後來我們也說服我們的合作夥伴 和我們一起製作英文的影音節目 持續去在線上 跟世界介紹台灣的產業和台灣的機會 並且鏈結台灣與世界一流的長者和全球的觀眾 一期間外面的進不來 但裡面的也出不去 很多的大老闆都在台灣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機會 去了解 串聯在台灣 關於企業創新和企業創投帳的生態圈 並且持續地在女性投資人這個社群當中 舉辦各式各樣線上線下的圓桌聚會 其實我們一直在思考的 是在台灣有優勢的這些產業裡面 到底什麼是科技、人文和資本 跨界最大的一個力量 例如這一場仿製產業的創新、轉型、策展當中 我們把投資人、創業家、設計師、國際品牌 還有傳產全部都帶到一個即將要被關閉的紡織廠裡面 每一個人做一台紡織機 然後我們把這些企業大老闆跟年輕的設計師 一起帶到財務桌上面去做腦力積大 從十年前我離開金融業的那個人生分學裡 一直到五年前我開始矛定台灣的這個歷程 有幾個特別深刻的觀察 你一次跟我和別人分享Achor Taiwan的這件事 有兩個幾乎大家一定會問我的問題 第一題通常問的人會帶了點不好意思小小聲的說 他們為什麼要來 很有意思的是 這其實反映了台灣一直比較欠缺的一種民族與文化自信 其實要做好賣台灣的這件事情 首先要對自己有足夠深刻的了解 但是我們真的足夠認識台灣嗎 除了我們常常掛在嘴邊的夜市和人情味 我們要怎麼樣在國際的舞台上去說屬於台灣的故事 第二個問題 比較直接也很實際 那就是What's your business model? 你的商業模式是什麼? 白話文就是聽起來好棒棒 不過你要怎麼賺錢 每次我聽到這個問題 我總是笑笑 一剛開始的時候 我會有一點點心虛 畢竟身為一個來自資本市場 太了解當中遊戲規則的人 我可能真的沒有把太多的心力 放在賺更多更多的錢上面 不是商業模式不重要 也不是賺錢不重要 而是我相信 更重要的事情 可能是有更多的人 願意一起來相信 人生可以有不同的追尋 而成功 可以有不同的定義跟樣貌 或許我們需要的 不是更多更多的商業模式 更多更多的錢 而是有更多的同行者 願意一起去思考 什麼是生命更深層的意義 我們是不是能夠為台灣 為世界帶來追求錢 以外不同的可能 所以我沒有把我的積蓄 拿去買跑車 買豪宅炒股票 而是用它來投入 Anker Taiwan的使命當中 去支持Anker Taiwan的營運 以及我們的活動 以及投資國際的新創 在做這件事情的過程當中 我曾經懷抱著一種 生存的期待 希望這樣子的一個 拋磚引玉 可以讓社會上其他更有資源的人 願意一起來看到改變的可能 然而 沒有期待就沒有傷害 這樣子的期待 總是一次又一次的 伴隨著非常多的失望 還有捲土重來 我記得有一次 在一個演講之後 有一個與會者問我 Elisa 你怎麼有辦法 可以一直維持這樣對台灣的信心與愛 其實台灣的政治 我們的財團 我們記得利益者的嘴臉 這個社會的遊戲規則 有沒有令人心灰意冷的地方 當然有 但是一次又一次我發現 在這條追求改變的路上 會受傷 會受挫 會生氣 其實是因為我們對世界 我們對生命 還不夠有全盤的了解 是因為我們對自我認同和價值認同 還有太多的困惑 或許我們不用急著 對世界生氣 失望 而是可以去思考 怎麼樣在每一次的相遇 都可以帶來最大的圓滿 這一次 我的分享子題是經濟 聽到這邊你們可能覺得很奇怪 怎麼到這裡還沒有教我要買哪一張股票 怎麼賺錢 也沒有經濟上面的demand supply 但究竟什麼是經濟呢 牛津字典裡面說 經濟是一門關於財富的生產消費 和交換移轉的學科 其實經濟就是在有限的資源和無限的欲望當中 去做最理想的一個資源配置 其實認真地想一想 這些年我做的很多的選擇和堅持 不就都跟某種分配的公理正義有關嗎 或許當年那個想要伸張正義的小女孩一直都在 所以我會相信台灣值得更好的機會 我會相信沒有資源沒有背景的人值得更好的機會 最後我想要用我非常喜歡的一句話 跟這條路上或許在我前面 在我身旁在我後面的朋友分享 電影《融路》裡面有這句話 他說我們一路奮戰不是為了改變世界 而是為了不讓世界改變我們 困難是應該的 我希望你永遠不要放棄掙扎 不要在美好的結果出現之前 讓世界感謝我們 謝謝大家